什么 搬到你妹妹家总比朋友家里要好 以后 有关医院的事我来处理 你爸爸你就不要太担心 要专心工作就行了 不行 我不能够这么做 你先听我解释 我 曾经欠知恩爸爸很多的事情 先不管我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事 事实上 当初的确是我先抛弃他的 而且 我一个人一直过得很好 也许老天爷 现在要我来还债了 如果你一个人照顾你爸爸 这是不可能的 这次我要帮他的忙 因为是我欠他 我不想有罪恶的 我知道你的意思 以后我再来告诉他就好了 先收拾行李吧 质恩在家里等你呢 质恩 质恩跟我说一定要把你带回来 你一个人照顾爸爸 他一直觉得对不起你 快起来吧 你在干嘛 我在洗米 我妈出去了吗 我也不清楚 她换了衣服就出门了 不晓得去哪里 都这么晚了 她出门前没跟你说要去哪里吗 没有啊 这果汁的味道怪怪的 什么 你整天在家里干什么 果汁弄好了 应该要早点放进冰箱才对的嘛 进去吧 你好 她是质恩的姐姐 哦 你好 质恩哪 习正来了 姐 太好了你来了 真的是太好了 早上跟你讲那么多过分的话 对不起 我后来一个人好后悔哦 妈你刚才去医院了吗 你怎么都不告诉我 我陪你一起去啊 爸现在怎么样了 还是老样子 你帮她拿行李到房间去 啊 习正 她带你到你的房间去 你的房间在二楼 好 质恩 你过来一下 哦 你姐姐 为了你爸的医药费 连房子都给卖掉了 什么 你都不知道 你说真的吗 真的吗 所以我强迫她到我们家来住啊 怎么会这个样子 她为什么都不告诉我 姐的个性就是这样子 这样怎么办吗 你赶快上楼去安慰她一下 顺便帮她整理行李 妈谢谢你 其实多一个女儿也不错 你也不用谢我 以后你跟你姐姐 你们俩都是我的女儿了 没想到我还真有福气 医药费的事 你为什么都不告诉我 东西都在这儿了吗 那其他的东西呢 我就是 你直接 请 无论 虽然 咻 虽然 我 你 为什么 你 我 那好吧 我 我 你不要再送我 我再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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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